脱嫂被冲击的我 正在和我的编辑机吃饭 是吧 你是脱嫂又不是减肥 这都要回宫于 你小白 这个大师太准了 他说我最近会有一笔意外的财 然后我今天就收到了你发给我的汪光 因为昨天的饭钱 那也很意外啊 我觉得像你这种每天在家里写小说的 我们的太单身 真是需要让他帮你推我太头发 看 他不信 那你 推给我 不然把我推给他 那你不是不信 这都不是帮你被骗嘛 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敛财方式啊 我帮你自带一下 这大师的头像还挺文艳的嘛 大师 我的编辑一直不通过我的稿子 怎么办 守得云凯见月明 大师能不能直接一点啊 脱稿不接我电话 去在这里碰一下 咱们也算有缘吧 老子已经在写了 怎么不吃啊 谁能对着催稿的编辑谈来吃饭 吴夏帆 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 你就像星星一样照耀着我的时间 这不是我小说台词吗 你写的台词啊 还真的蛮土 其实喜欢呢 也不用这么直白地表示 漂亮吧 你一个人待着是不会有灵感的 常常干嘛一直看我 你不太热吗 你不喜欢吗 喜欢啊 那又更喜欢的 接下来啊 这是素材 假如在这个场景 男主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要怎么安慰她 不要太操心了 这样 想想什么 就这样 在编辑的带领时间之下 我新写的稿子终于过了 太好了 那下次写不出来还可以找你 我的稿子终于过了 大师 你能帮我看一下我和我编辑的情感走向吗 吴夏帆 谁越许你把我的稿子卸入出去的 你还兼职算命啊 那是我生活啊 谁让你把我工作好拉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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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不是有人一上来就拿我当大师 喜欢呢 大师帮不了你 大师帮不了你 你还靠近那边一点点 但我可以 大师 你能帮我看一下我和我编辑的情感走向吗 这次不是素材 是编辑的 特别人真的 特别要是可爱的 这什么算命设计啊 这什么算命设计啊 让你点儿就准了 还是你能说点出准 不要听人论了 我都还没把你推理设计啊 不是 我的大师男朋友